已经脱离韩国女团少女时代的Jessica 远远来以个人身份寻回亚洲各地出席活动 但是没想到这个世界居然这么小 12月8号她到香港出席领奖活动 就居然跟现任男友权依宁的前香港女友阿娇中心童同场 虽然两人没有面对面碰上 但是Jessica对媒体在自己面前提起阿娇 那可谓相当相当避讳 相比起Jessica只会使眼色和剥头发 香港代表阿娇就显得大方的多了 这个我不好就是去说这个 那如果他们有结婚呢 我说过了他们结婚在告诉我我在祝福 另外虽然Jessica离开少时后 似乎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 不过大家最想知道的 就是她退团的种种遗团 还有她跟少时成员的种种恩怨 以及现在的关系 不过Jessica作为独立艺人发展后 就似乎比在少时九个人发展的似乎更大牌 每次采访事前都会给媒体设限 发展到最近 就连采访的问题都是她的团队为媒体精心挑选的 不过就连以下那么五官痛痒的问题 Jessica听到都频频显露出不悦和不耐烦的神情 到底她有什么不爽的地方呢 爱奇艺娱乐 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